上次跟大家講到這個 磅亂正法 毀磅三寶 這種邪見的一個果報 就是所謂的三途八難 也就是不得見佛文法 那上一次講了三途 然後我們接著講八難 八難的前三個其實也就是三途 那就是不得遇佛不文正法的八種障難 所以稱為八難或是稱為八無瑕 八非食八難解法八難處 第二個我們上次有詳細講了 夜最重的惡鬼呢 長劫不文江水之名 其實你在看這些 當我們在拜水燦 還是那個涼黃燦的時候 其實你都會看到這些內容 水燦裡面不是有三卷 上中下 那你去看他煩惱障、夜障跟暴障 你去看到那個夜障、暴障 這個特別是這些 長途八難的這種眾生 其實在燦文裡頭都有描述到 那惡鬼最重的就是長劫不文江水之名 沒辦法飲用這個食物 乃至是飲食沒有辦法受用 那刺重的惡鬼呢 就是在人間求這個人世間用過的這些 不會的飲水啊 這些水 乃至是農學、奮匯處 就是他生活賴以為生的地方 飲食的地方 那夜包輕一點的惡鬼 或者能夠飽食一頓 可是他就受到這個大力鬼的這種 刀杖的驅逼 要去搬石頭、填河、色海 有種種這些無量的苦處啊 這是惡鬼難 好那畜生難呢 畜生因為他那個種類不同 所以也是怎麼樣 隨陰受保 各個眾生 各個動物有他的一個 要嘛能續養的 要嘛就在山邊海角 他有各自的不同的苦啊 主要就是在出生到眾生就是互相 剝落強食嘛 互相食淡 互相吞淡 這個也是受苦無量 還是你 你如果是過去偷盜的、業種的 那這輩子你來生 動物出生到眾 你就是要怎麼樣 以對 你要以你的身體的血肉 去償還素在 那你要去幫人家驮東西啊 去拉東西啊 所以這個就是出生到的障難 再來第四個 八難的第四個 身在長壽天 那這個長壽天 他又稱為獨享天 那這一個天的壽量有五百截 很長的 那他是社界四場當中的第四天 這個為了要讓你們 因為有蠻多同學的那個基礎佛法 比較沒有那麼強 所以找了一些表格給你們 你們這個 有一些基礎的名相啊 像三戒啊 三戒是哪三戒 玉戒、色戒、無色戒 那九友 常常是四生九友嘛 那九友就是三戒當中 九帝啊 然後玉戒就是一個 如蓄雜居地 然後色戒的話 他就是分四禪 所以我們上一次有跟大家講 我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在講那個山災 火災、水災、風災的時候 有講到四禪天 來分的四帝 然後後面五色戒 他一樣有四空天 一樣有四帝 所以加起來共九帝 是這樣來的 或者是你有聽到二屬五友 這個也就是在從玉戒當中去細分 細分 把人到四周的人 都羅列出來 乃是天戒 六玉天 這個是玉戒天 然後色戒天 出禪、二禪、三禪、四禪 剛剛講的這個五祥天 就是在色戒裡面 有一天叫五祥天 這一天專門就是誰去的 就是外道去的地方 他為什麼會投身到五祥天 他就是修所謂的五祥定 色戒一共有十八天 然後呢 四禪 每一禪 每一禪出禪天、二禪天、三禪天 四禪天 每一禪都有他基本的天數 你看 出禪天他有三個天 返仲天、犯、三禪天、大禪天 這你們有時候在讀經的時候會讀到 對 是 那為什麼叫犯 這一出禪天都是以犯命名 這就是因為他離禦 禦這個玉戒的這種 遇樂 禮遇心生喜樂 所以這個叫離生喜樂 禮遇界的睡眠男女 使得這些煩惱、遇樂 所以稱為犯 犯就是一個清淨 那二禪天、三天、小光天、無量光天、光陰天 那這個就是上一次講的 出禪他有尋釋 有心念的這個啟動 所以結末的時候會感到這個火災 可是二禪天的人就沒有 他就是無尋無事 那這時候他入定發光 故名定生喜樂 所以這一二禪天的天人 叫做都是有個光 那這就是因為他禪地一直 提升的關係 到這裡無尋無事 然後三禪天以上 這是以靜為雲的 身心醉靜 最為清靜 禮喜妙樂 這個是掃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 那這四禪天 這邊這一張圖更清楚 他一樣前面有 浮雲、浮生跟廣果天 這三天就是原來四禪天有三天 四禪的第四天就是所謂的無祥天 這一天他是外道所居 那後面有五天 從無煩、無熱、善見、善獻 跟涉舊清天這五天 這五天其實就是一般所謂三果 阿那韓果的聖人 五不還天 阿那韓果又叫不還果 所以他就是這一輩子受生完 他就是正阿羅漢果 所以這個後面的五天 基本上就是三果聖人 所居的地方 那四禪天叫做舍念清淨 那這個是玉界、色界、無色界天 這個結構 這個會後再寄給你們 如果有興趣你們再看一下 其實這些資料裡如果平常在 國教百科全書或者是網路上 其實都可以搜尋得到 所以我們不會花很多時間在課堂上講這些 很重要的觀念會跟你們講一下 所以這個第四個長壽天案 指的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色界四禪天當中的第四個無祥天 那這個這一天是外道啊 他想要修得無祥天的這個佛報 而去修學這個無祥定 那你說他為什麼會想要去修這個 因為他就是邪之劍 他認為呢 修學這個無祥定 他執著這個無祥天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人解脫 就是他心念不再去起一些想法跟念頭 不去動念 所以他厭棄這個想 而向往這個無祥的境地 所以他就修這個無祥定 所以這無祥定的結果就是到了無祥天 以此修行 而使心跟心所有法滅盡 也就是心事不起作用的定 這個是無祥定 心形不祥一面不生 那在經論裡面你會看到的譬喻 這個就是說有如冰魚 冰魚是什麼 就是河川冰洞下面的那個魚 那你說冰洞的河川下還是有魚 那就代表他這個無祥定 不是真的一個究竟 他的心事不起作用 可是他還在 是這個問題 那你說無祥天這些人他會到什麼狀態 結束他這個無祥天的一個果報 剛講到那個無祥天的受量是五百劫 所以換句話說 他這個無祥天的定力設子 讓他無祥的這個定力 能夠支撐就是五百劫 那五百劫之後他定力喪失了之後 他就怎麼樣了 他就會依著他的果報又去輪轉又去受生了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無祥定所受生這個無祥天的果報 其實也就是五百劫的一個無祥定 的一個受用而已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外道以為這個是一個究竟 修第六意識讓他無祥 無作用就可以解脫了 所以說這就是一個外道所投身的一個地方 叫無祥天 那我們學佛的人 我們要知道這個不是一個究竟 第六意識如果我們是修學佛法的 你是要拿他來做正式見的一個訓練 跟如理的正思維來如法的修行的最主要 你可以生而為了可以去運作的 就是你可以學習佛法修行 那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第六意識 你可以用他 是怎麼用的問題 而不是不要用他 把它動起來 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有譬喻就是有如冰雨啊 就是好比冰下的雨 這個譬喻生命啊 不覺如履啊 似斷未斷 如同僅剩下一條細線在為細的 那還有植蟲啊 植蟲就是 服藏在土裡面冬眠的這些蟲叫植蟲 也就是說他生命還是存在的 他的業力業感因緣還是有的 那只是因為他現在是無想天的一種火爆 所以他有定力的色執 讓他的想不起形 心想不行 而並不是真的煩惱的斷絕 這個是這樣子 那外道的修行多生其處啊 而葬於見佛文法 因為你什麼都不想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協定的狀態 那你什麼都不想的同時 你換句話說你也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他就是無名設持啊 所以這個外道修這個無想定 到這個無想天其實他就是一個 也是一種協定的一種狀態 那我們這邊就說明到 那佛法當中的鎮定 伴語叫Samari 就三妹 他有一個翻譯叫做鎮壽 這個是禪定的義名 那真正佛教當中講的這個禪定 為什麼叫鎮壽 這個鎮這個意思 他就是指離邪亂 稱為鎮 那這個獸呢 無念無想 可是你怎麼樣 那法在心 未知獸 那就是不代表說沒有 不代表沒有 這個好比的嘛 我們常常在講就像鏡子一樣 你鏡子的功能是什麼 照照應 能夠映現對鏡的一些因緣事物對不對 那禪定的禪羞的狀況 其實如果是鎮定的狀況 鎮壽的狀況的話 那個壽就是納壽 就像那個鏡子一樣 他能夠去印這個法 就是因為他壽 換句話說 他這個鎮壽是 他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個照 的朗照 而不是你的心不想 這樣明白那個意思嗎 這就是佛教當中 鎮定鎮壽的這個定義 如明鏡啊 無心羨悟 所以這個無心代表說 不是你不起想 而是你知道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那個東西那個因緣 可是你的心不會執著在那個上頭 不會困惑 不會掛在那個上面 這個叫做鎮壽 不是因緣沒有 不是這個想沒有 而是你是清楚明白的這種狀態 而且一法不漏 就像鏡子一樣 你在他面前的 他都能夠照應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可是他沒有什麼 他沒有起心動念 他沒有煩惱執著 是這個問題 沒有分別執著 這樣的境界才是贈受 定會等詞 那個定就是你不動心 那個會就是你清楚明白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那正受不是叫三昧 這個叫等詞 定會的一個等詞 這個跟外道修這個無想定 這個無想絕對是不一樣的 這個所以你們常有人會想說 問你說打坐在幹嘛 放空 絕對不是放空的 佛法當中講的這個禪定 正定正受 三昧絕對不是放空 你們不要搞錯 以為第六意識不起心想 這個叫做禪定 不是的 你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可是你的心不去攀原境界 這樣明白嗎 這個跟無想定是完全不一樣的 兩個方向 好所以這個八難的第四個 生長壽天子的這個就是外道天 因為你一旦到了無想天之後 你沒有辦法 因為第六意識不起作用 你根本見佛文法都沒有辦法 你等你自己把自己關起來 鎖起來 鎖在一個協定的一個狀態當中 然後你就等這個五百節的受量過去 你才能怎麼樣 你才有顛外受身的因緣 所以換句話說你說天人福報很大 可是天人有一個很大的災難 是什麼 就是他壽命太長了 對啊 如果你壽命長 你不是見聞佛法的因緣 那你壽命那麼長 你要做什麼 那你等於說浪費這個時節那個因緣的生命 天人就是這樣 那你到司空天 無色界天上的也都是這種狀態 然後就像水燦講的 釋迦佛不是有舉個例子嗎 就是外道老是玉頭藍符啊 這時候之前我沒講過好幾次啊 他生於飛翔飛翔 那已經是無色界天的最高天 可是他這個 八萬四千節的壽量結束之後 他受盡魂事啊 還是多到山土當中 所以這個生天界 因為禪定而佛生天界的這樣的一個修行 並不是佛法當中講的究竟的一種解脫的之道 四禪八道是共外道的 這個你們一定要知道要有這個概念 修行不是去修這個四禪八定 不是在練功啊 外道也都在練功啊 而且那個功夫可能都比我們好 那佛法佛弟子重點是要有這個正之間 這個很重要 定位等職 這個正受一定要知道 跟無想是不同的狀況 好那第五個生在邊地難 那一般講邊地啊 指的就是或者你在經論裡看到叫中途 好這個我們之前都跟他講過 這個當然有的經論或燦本 直接寫中國 好那你們不要誤會了 以前會有這樣的一個是相形之下 可能那個時候大家的眼界 大家就知道大概中國這個地方啊 比較有文明啊 大概也就是這樣 可是你從現在的角度裡 我們不要去這樣理解 就是某一國的這個定義 這樣比較狹隘一點 好所以說這個邊地子就是沒有佛法的地方 好那這邊呢 有時候就是他你會看到經論裡面 他其實指的就是 我們這個虛迷山啊 有四周 這個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有的有的沒有 這個我們剛剛在講二十五有的時候 有提到 四周就是這四周 人道啊 東聖神周 南瞻步周 西牛禍周 北聚盧周 那這個四周當中呢 有三周是有佛法的 有一周沒有佛法的 所以這一周叫做北聚盧周 又被稱為邊地 是這樣 然後你們有沒有聽過那個 韋陀菩薩 韋陀菩薩叫什麼 韋陀菩薩 不是 三周感應 互法韋陀尊天菩薩 有沒有聽過 那三周感應指哪三周 就是前面三周 東聖神周 或是東聖神周 身體的身 那個神有時候是身體的身 翻譯的問題 聖神啊 也就是說那裡的人 這個身形相貌都很腳好 南瞻步周 就是我們這邊 西牛禍周 這三周是有佛法的地方 所以就有護法為陀 尊天菩薩 在那邊護持佛法 所以三周感應是這三周 這個知道一下 那北聚盧周是這邊講的邊地 那我們來簡單帶一下北聚盧周的一個狀態 這個編地指余善月周 這個在經文裡你看北聚盧有時候又翻成余善月 那他樂報殊聖 無諸苦事 唯獨就是不適佛法 不求出離 故稱為難 因為那裡人福報太大了 太殊聖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怎麼樣 不需要佛法 因為他沒有苦 他沒有苦 所以說富貴修道難 因為你沒有苦 你就不需要 不需要 你沒有病 你就不需要解藥 就是這樣子 余善月又翻譯成聖畜 或是聖生 或是高尚 是虛迷四周之一 又做北聚盧周 那根據這個記者論 跟大羅漢經 余善月品裡面 他有記載到 北聚盧周他在虛迷山的北邊 那他的周行正方 那這個正方呢 就跟那裡的人的臉型 就跟這個地是一樣的 正方 每邊各藏兩千遊群 壯如河蓋 由七金山大鐵為山所圍繞 黃金為地 昼夜長明 其地具有平等 極淨 潔淨 無次的這種功德 那比周 就是北聚盧周的人民 面形正方 如北周地形 人人面色皆相同 身高約一丈四尺 那如果這樣算來現在的 大概就是四公尺七 四點七公尺 很高的 所以那個跟我們現在南淡盧周人 身形又不一樣 然後生活平等安樂 無所系數 他們沒有家庭的概念 也沒有婚姻 他就是這樣子過 此周種種家廟 山林河水浴池油圓樹果等 然後器物多為金銀流離水晶所成 物皆共有 沒有我的東西的這個概念 他們那一周的人是這樣 無有我所 無有我所計值 沒有我所擁有的這個概念 易如盜賊 惡人 鬥爭等事 不須教導自行十善 你說為什麼他們果報那麼大 他們就是行十善業道 過去有這樣子的一個善業 那其人名居子於林樹之下 就是住在樹林下 男女亦處而居 無有婚姻 他男重跟女重是分開住的 那若起淫欲心 共相娛樂 女子懷 這個女孩子懷孕 七八日幾產子 不需要我們懷胎十個月 他大概一個禮拜八天就會生小孩 生了小孩之後 自知道路 四方來者皆共育養 在道路旁邊四方來的人 都一起來養那個小孩 怎麼養 雲以指頭 允之 就吸手指頭 乳之自出 就假如是這樣長大了 而且他長大就是七天之後 長大就跟我們岩福提人二十歲一樣 而且他的獸量 獸足千年命無中夭 那因為他沒有殺到的這種惡業的關係 所以他不會短命多病的問題 他就是獸量足足要活一千年 那你看你活一千年的獸量 你沒遇到活吧 那你是怎樣 那你就是也是就是這樣 消磨時間 貪著享樂 而不受教化 他就是反正就他的環境 就是那樣子的狀態 福報很大就對了 是以聖人不出其中 有沒有聖人在那裡 沒有 為什麼 因為那裡沒有辦法修行 福報太大了 而且他們也不覺得需要處理 所以聖人就不會在那地方 受生投胎 不得見聞佛法 命中之後還怎麼樣 福報太大 命中之後還不會到三個刀 還生刀立天 或是他化死在天 因為他們在那裡也不會作惡 就是這樣子 於四周中果報最為殊勝 那這四周當中 於三周均有地獄 唯獨此這個北聚盧洲 他沒有地獄 那經論當中 皆以此周為四周果報最勝之處 這個就是講的邊地難 邊地難如果在四大周當中 就是指北聚盧洲 那如果在我們的南三部周 那就是指沒有佛法的地方 所以這個邊地在這個經論裡頭 我們可以這樣子的安音節 就是不得見聞佛法的地方 就叫邊地 然後第六個 盲隆陰雅難 這個就是說 我們昨天寄給大家的檔案裡面 有一個檔叫義熟 對不對 那就是我們去年在講這個八世 在講這個義熟果報 那我們上個禮拜也講到 有義熟等流跟真上 那其實這個盲隆陰雅難 其實就是一個等流 等流的一個果報的一個延續 也就是你的義熟果的延續 你受了三二道三土的這個苦之後呢 你投身到人中的時候 因為你過去十二業道的關係 那個果報的等流 那個業果的等流 讓你在投身人道的時候 一樣受著那個等流的苦 也就是 雖然你身在了中土 有佛法的地方 可是因為過去十二業道的關係 讓你投身人道的時候 依然就是盲隆陰雅 乃至六根不具的這種狀態 六根不具的狀態 雖然直欲佛陀出世 可是也沒有辦法見聞佛法 這個就是一個盲隆陰雅難 那這個就是屬於等流果的這個部分 那也就是三途重罪轉活 獲得人身的時候 身盲人家 或是身詹陀螺家 或是身除淡死人 種種相見家 這個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講到 這個在這個經裡面都有提到的 若無眼 若一眼 若眼瞎 若無蛇 無耳 無手 或者所生之處 無佛無法 無佛弟子處 沒有生人的地方 雖得人身身相見家 身身不全身無三寶處 等等的這個苦 就是這裡講的盲隆陰雅難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你破亂正法 毀邦三寶 重破法夜故 積極厚重聚祖故 受世果報 這個破法 破亂三寶 傍亂三寶 毀邦三寶 有這個業很重 所以有這樣盲隆陰雅的果報 所以這個大家就要知道 佛弟子就要去知道這個業果 這個道理 好 第七個 第七個就要做 世智變衝難 世智變衝就是指 我們世間人講的聰慧 世間人講的聰明 或是有才氣 有智慧這樣子 可是這世間人的這個智慧 他不是從佛法的這個正理來 的角度來講的 所以雖然聰立 可是有的世間人 他就是好辯論 或者唯物 單習外道經書 不幸出世解脫正法 這個就我們之前講的 舍內學外 學習一些異道論 外點外道論這些的 可是他就是偏偏不相信 這個出世間的這些解脫的正法 這個就是世智變衝難 很聰明 腦筋也很好 可惜就是對於這種佛法的正理 沒有辦法契路 這就是一個世智變衝的一個苦難 好 第八個就是身在佛前佛後難 這個也是因為這個邦亂正法 和邦三寶的因緣 那夜中原伯 身在佛前或佛後 所以他不得見聞佛法 我們現在是算佛後 也是彌勒佛之前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也就是佛前 釋迦佛後彌勒佛之前 可是我們現在還好還有什麼 還有佛的一個正法注釋 還有佛法 所以這個就是 這大家好好把握姻緣 好 那再來呢 陳觀大師我們這邊要補充一下 什麼叫邪道 環境離世間頂這邊 我們講到第八個 樂學士論巧術文詞 開產惡勝 引附身法 惟以妙欲受以非人 遠離菩提助學邪道 這個邪道一般來講就是邪見 那你說我們世間人的邪見有哪些 那陳觀大師在書超裡面 他就把這個邪見 做了一個整理 還引這個實地經論裡面講的 這個九種邪見 邪見總括來講有九種 這個世心獨上寫的實地經論 我們來看一下哪九種 這個其實就是依著我們的這個 劍 其實就是我們的無名 劍的錯謬 而產生了偏邪 之劍的這個錯謬產生的 首先第一個叫 避易邪見 這個避易指的就是這個無名暗避 就是我們的根本無名 這所謂的無名駐地 就是一個一念無名 迷腹法體 覆蓋我們的佛性 被這個無名與之所蒙蔽 所產生的根本的邪見 那不是三世的因果 六道輪回 這個又是我們一般講的 四大根本煩惱裡的 這個我吃 四大根本煩惱裡的 四大根本煩惱是哪四個 你們還記得嗎 就是跟我相應的 吃 慢 賤 愛 這邊就是吃賤慢愛 我們順著這個來講 第一個這個避易邪見 就是根本的無名 就是我吃 我們這個以吃 邪見的一個根本 再來 焦慢邪見 這個就是指我們常常 只要有我 我相 就一定會有這個 焦慢 常立焦慢傳故 為彌附因緣無我之理 妄立我法 也就是因為剛剛的 避易邪見 我吃的因緣 你有我見 有我相的一個資訊 然後就常常處於這種 至高 至高靈 就是我慢的這種狀態 經常處於焦慢的狀態 對於這種佛教的正理 佛法的正理 真理沒有辦法了解 可是你又以為自己 自己的才是對的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那種想法 你就會抓一個你自己覺得是對的 那個就是一個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邪見的狀態 第三個 愛念邪見 愛念邪見就是因為剛剛的我吃 我見我慢 和有我愛的這種 所以前面這三個 避易邪見 焦慢邪見 跟愛念邪見 這就是四根本煩惱 我們對於這個境界 貪愛的境界 邪念分辭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能夠不去指使他 愛念邪見 第四個 殘取心邪見 這個隨順殘取靈固 與可得處 因為有了我吃 我見 我慢 我愛 你就會覺得 這個是我可得的 你就會去 有一個我所的觀念出來 我想要擁有 我想要擁有的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這邊講的 殘取心邪見 這個與可得處 你認為你可以得到的 這個地方 起了殘狂區區啊 虛而逝時 如人心是殘狂歪曲 這個指就是我們 因為剛剛的 相應我的四大根本煩惱 然後你會認為 你有所得 你那個殘翼主宰的心就會生起來 想要擁有東西 這時候就是這個 殘取心邪見 你覺得你有可得 有所得 然後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偏離 原來你的這種佛心啊 你原來應該有的這種清淨心 你就慢慢怎麼樣 背離了 這邊就是這裡講的這個 殘取心邪見 與可得處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眾生啊 當你發現你有利 你想要去只取一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其實你的 這個殘取心邪見就已經來了 你的見就已經不正了 因為你記著他可得 這樣明白嗎 這邊指的就是這個 這個時候就是一個殘取啊 好再來 忌度邪見 這個指的就是 剛剛講的殘取是 你與可得處 你要想要得到他的過程當中 你的心就不是那麼的正見 正理的狀態 那你現在這個 忌度邪見指的就是 於不可得處啊 我們常懷忌度啊 或做後身身處因緣啊 你意思就是說 你於不可得處 你怎麼樣 心生忌度啊 乃至你想辦法要獲得他啊 那這個通常就會導致你往後的身處因緣 他那個意思是這樣子 予以得處啊 心生千令 千令嫉妒的關係 會生在這個 被見的這種身中 或者是行貌醜陋 或者是我們千令財法的關係 資深不足 這就是這裡講的這個千吉邪見 前面講的殘取心是 你在可得處 你生起這個 肺離心性的這種煩惱 那這個千吉邪見就是 你在不可得處啊 你得不到的地方啊 你得不到的地方 你就怎麼樣 你就心生忌度 乃至你因為這個忌妒心 你去做了種種的惡業跟破壞 那就導致你後身身處的因緣 有沒有 就是因為你忌妒破壞 你會有很多 乃至殺害眾生 所以你往後你就會有一個 因為這樣千吉的一個邪見和有的佛報 那以可得處啊 不可得你嫉妒 那可得的地方 或是以得的地方 你怎麼樣 你小氣 你吝嗇 你吝嗇 吝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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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眾生分享 你看這個眾生就是這樣 從剛剛最早的避易邪見 就是一念五名 以為 有一個 就愚痴啊 以為有一個我 然後以為 我就開始高傲 我慢 然後我愛 有沒有 然後再來 於可得處 你又開始怎麼樣 禪取背禮心性 那於不可得處 你又心中邪 這種忌妒的這種邪見 那於以得處 你又生這種千零的邪見 就是這樣子 他這邊這樣一路以來 從哪裡根本來了 從那個無名 然後我們他這邊講的 這個就是這樣 你看你每天你以為 實有的可得的 其實你都在經歷這些過程 換句話中就是說 如果我們每天都不是在正思維的狀態 其實我們都是在這個 九種邪見的狀態當中 有沒有聽懂他的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要去思維這個問題 可得處 不可得處 以得處 殘取心 先極 的狀態 再來第六個 極夜邪見 這個就是剛剛經過的 那個那些種種可得不可得 以得狀態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有很多什麼 貪、痴、痴、慢、以 種種的 這個叫極夜 就是你的煩惱 這些 由錢追求 你要去追求你可得 以為可得的東西 或是你不可得 你想要破壞它 嫉妒它 或是以得的你欠貪 這樣子當中 這樣的追求當中 你增長了種種的煩惱 乃至你會引生往後的這個夜行 的這種波施 生死相訓中 生死相訓中 急 急懼許多貪生之煩惱 因而造諸而言 這個極夜邪見指的是 煩惱的積極 再來第七個 吹醉心火 這個在拜水灿的時候 常常有念到 叫破這個 吹心事火 赤然血見 這個叫做 吹醉心火 也就是我們 剛剛那個煩惱 增長的煩惱 不斷的去 你去互相追念 煩惱風啊 讓這個火 這個煩惱的火 更為赤然 內心失業 為煩惱風動 於怨恨時 不相追念 名為憤恨 死失之死 這是思維的開始 然後接著你還 預期 暴惡業 你乃至想要怎麼樣 想要去 復仇啊 想要 就是想要有所造作的意思啊 顧云赤然不息 就是你這個煩惱心不斷的赤盛 煩惱風動 這種 貪嗔思慢的這種煩惱 不斷的焚燒燃燒 因為煩惱猛風 現前所吹 燃起邪見大火 這個叫做 吹心事火 赤然的邪見 不斷煩惱赤盛 乃至第八個 企業邪見 這就是 有所作業啊 皆與顛倒相應故啊 這就是 跟剛剛的煩惱顛倒心 相應的牲口異形 這個叫這裡 講的有所作業 這個企業邪見 就是不是只有煩惱跟赤盛 還堅動牲口 你實在沒有辦法克制了 付諸牲口了 那業緣就完成了 這叫企業邪見 好那第九個 這邊講到的最後一個叫做 心意式種子邪見 好這個就是總括三界當中 你會 落漏生死 落漏三界 漏漏 漏就是無名煩惱 那這邊就講到心意式種子的邪見 他有三種叫三漏 這邊框框框起來 這個玉漏 有漏 還有無名漏這三個 這個叫三漏 好那這三漏呢就是 眾生由於起或造業 會漏落三界生死而不能處理的 一個根本的一個煩惱 所以這個叫心意式種子邪見 好那相續的 不斷的在生命當中 請這個心意式種子的這種邪見的話 那你在行持善法的時候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 如果我們在行善的時候 你是有菩提心的奢侈的話 那你的果報會容易圓滿 那你說我們現在的人 為什麼沒有辦法有一個 如意圓滿的一個受這個果的因緣 就是因為我們不斷 起了就是這個心意式種子的邪見 也就是我們的種子其實是怎麼樣 就是落漏三界的一個種子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行持善法的時候 我們在行善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是隨順三界有肉的這個因在做的 它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有肉的善根種子 你回熏到第八阿拉耶士的時候 出創在第八阿拉耶士 等到他要成熟的時候 他又是三界當中有肉的果報 就是這樣 他就是一個心意式種子邪見的這個問題 所以說大家要勸發菩提心就是這樣 我們慢慢要去隨順這個佛法的這個 波羅的這個智慧 然後來作為引到我們身口意形的一個方向 否則你每天積極的你即使在修學這個善法 都是怎麼樣 都是隨順世間生死的因緣的 這個叫心意式種子邪見 簡單帶一下這個三肉 這個玉肉指的是指就是我們眾生 玉就是玉界 剛才講三界九地的玉界 玉界的見識而活這個叫玉肉 因為你有玉界眾生的見識煩惱 所造諸業於玉界不能出離 那你說玉界的見識煩惱有哪些 那這個就是我們不管你在拜水燦 或是有些大聖的燦法 你會聽到九十八隨眠 或者說一百二十八根本煩惱有沒有 這邊講的其實都是這個 看那些數字都是指三界當中的這些 玉界、色界、無色界的見識煩惱的史 的那個煩惱的數量 那玉界見貨 其實我們在學這個的時候 我比較建議你們不要去記那個數字 你們要去知道那個煩惱是什麼 這個比較重要 而且大小聖 對於這個玉界煩惱的評述 其實也有不同的說法跟主張 所以你有時候會聽到說 小乘巨捨論講 賤貨有八十八十 可是在大聖當中這個賤貨 就是一百一十二十 就是他有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太去專研說 這個你們可是你們要去知道說 他那個重點講的煩惱是什麼 那你們知道見思煩惱是什麼嗎 見貨跟思貨 這個你們要知道 什麼叫見貨 見到所斷 這個叫見貨 那思貨又叫做修貨 這是什麼 修到所斷 煩惱又稱為 食食 然後食食裡面 還有有分 五利食跟五頓食 這個你們 在了解三界的見思貨的時候 你們從這裡去理解可能 會比較好理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利 利食是什麼意思 利就是他來的快 他斷的快 那這個通常就是你 後天 後天你因為這種 接觸的這個人 跟姻緣 所以這個有時候是 像邪之劍 外道 這個姻緣都是 讓你會有這種邪見的問題 這個是後天的這個熏息 那這個頓食就有一點 比較像是先天 你的習性 習氣 的一些煩惱 那五頓 五利食有哪些 比較容易快速養成 也比較容易斷除的 這個就是五不正見 好 這個後天的不正見的熏息 五不正見有哪些 對 第一個就是生見 生見就是善家 也就是我見 你以為這個生是我 這是最大的邪見 好 我們眾生之所 為什麼苦就是有這個生見 好 這個所以這個五不正見 就是以生見為首 那有了這個生之後 你就會有邊見 認為他的他是很長的 還是他是斷見 或是長見 好這個叫邊見 然後呢 邪見 什麼叫邪見 波無因果 這是最大的邪見 認為沒有因果 對於真理的這個理解 錯謬 這個叫邪見 波無因果 好 我們現在在講的這個 也就是邪見 然後因為邪見而有的 就是陰的邪見 跟果上的邪見 那個叫做借鏡取見 跟賤取見 這個我們以前都講過 對不對 現在只是跟你們講一個結構性 你們要知道 後天養成的這個叫做不正見 當然你有可能這個是因為過去熏息等流的問題 可是你這輩子遇到什麼樣的因緣 他會養成你 對於生命 對於這個世間的道理 你會有一個熏修的一個概念 這個就是屬於五粒死的這個部分 他養成的快 可是他破除也快 所以這個 這個叫五粒死 那五頓死呢 他就是你先天的一種喜氣的問題 哪些是屬於五頓死 這個養成是經過長時節的熏修了 所以你要斷也不容易斷 哪些 對啊 就是五毒啊 攀生 思 慢 疑 這個就是五粒死 這個就是五頓死 他長時間的熏息養成的 所以你們對於這個死死死中 根本那個煩惱你們要記得 這個是要知道的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時候斷什麼煩惱 這個見惑 見到所斷 那這個私惑 或稱為修惑 修行的修 這就是修到所斷 好那你們這樣看 你們覺得見到修到斷的是哪些 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講大聖的部分 講大聖的部分 就是為事的部分 我們就不再去著諾那個聚捨的部分 那個不派之間的說法 不太一樣 見到所斷的有哪些 有人知道嗎 五粒死的哪些 所以還不是五粒死全部斷 除了聖劍 除了什麼 聖劍 聖劍 記得有聖劍就有邊劍 所以意思就是 劍到會斷的 就是 你們要知道這個乙 這個乙跟這個不正劍是絕對有關係的 所以劍到斷的 頓死的部分 就是這個乙心會斷 你們記得劍到是什麼 劍到就是路流啊 小聖的劍到是什麼 就是出國嘛 這樣理解嗎 大聖的劍到是出地 這樣理解嗎 意思就是什麼 你如果劍到之後你就不墮三個道 那如果你有不正劍的 你有五不正劍 你還有邪劍波無因果 你不可能不斷三個道 這樣明白嗎 所以你這個乙啊 在你路流的時候 你絕對沒有 秘心的存在了 這樣理解嗎 好這個乙是第一個 這個是頓死的部分 然後它相應於歷史的部分 就是邪劍 借進取劍 還有劍取劍 這四個煩惱是 劍到所斷 劍到斷 因為它這個是分別起的 劍到就算分別起的這些煩惱 然後通劍到修到所斷的 就是剩下來的這些 哪些就是貪 撐 吃 慢 還有 生劍 那有生劍就邊劍 就是這六個 你們要記得這個 這個是大聖 師傅呢修道所斷 是說出三劍就是正四個 它這個是三劍當中的劍施禍 如果你正四果阿羅萬是三劍中的劍施禍都進出 是這樣子 對 劍貨就是入出果 入流的時候就斷劍貨了 那三劍當中的施禍是在二果三果 四果的過程當中去分別去斷施禍的品 品數這樣 對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所以那個 八星柱佛薩這個都斷了 對那個那個是已經是到原教一聖的菩薩結尾 那個都斷了 那個八星柱你看那個路流其實就是懷疑的初性 現在這個教聖的差別也要拉出來 現在講的就是小教的出果 跟大聖一般始教的出地 那原教就是初性 就是這樣子 那是用什麼方法斷啊 面經拜訪啊 用什麼方法斷 這個之前我們講過啊 你如果 對啊要從文師修啊 這我們之前不是講過 而且不是只有文師修 你誦經拜佛是屬於條伏 第八阿爺是種子業力的問題啊 我們上次 記不記得有這一個 上次有在講這個啊 有一次玉清不是在問說 那個學習佛法聽聞佛法以外 還要不要拜燦的這個問題嗎 要以拜燦作為家庭這個問題嗎 那我們那時候就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兩個好像你沒有 實在你問的下一堂課 對對對 你你看這張圖 你應該是沒有印象 那一堂我記得那一堂課裡面 我還跟大家講說 這個上個禮拜玉清問的這個問題 你看我們 你說怎麼去調伏 怎麼去斷這些煩惱 這些時時煩惱 這就是調伏的問題啊 我們調伏 我們有兩個面向要進行 一個是你第八阿爺是當中 你重大生死業力的這些種子啊 你要怎麼讓他不現行 你要讓這些種子不現行 你透過的方式就是你剛剛講的 宋經拜燦 你透過歸一三寶 禮拜燦回 發股離心 發運回向 可是梁王燦講的四大核心 思想重點 這種加行 來調伏你第八阿爺是當中 重大生死業力讓他不現行 那你說你只有拜燦夠嗎 也不夠 為什麼 因為你的根本想法之間沒有調整 所以這個就是回應你現在的問題 你這個你剛剛講的宋經拜燦 那個是從去轉變你阿爺也是當中的種子 業力不要讓他現行的角度去看 防護的角度來看 那如果你從你現在第六意思 剛剛講的無想篇的人 那第六意思不作用 所以他沒辦法學佛修行 那我們為什麼能夠學佛修行 關鍵是我們第六意思拿來用來學佛 建立正之間 所以你要調伏一個就是你 之間的一個顛倒跟妄想 就是剛剛講的 現在在講不是九種無邪見 講的就是這個 你要去調伏這個之間上的一個錯謬 邪見你要怎麼樣把他 一層一層的把他讓他脫落 這個就是你只有從透過什麼 文師修 你只有透過文師修去建立聽聞的正之間 然後你不斷如理思維去正去建立你的正念 正念就是你的清淨心 你在緣起的當下 你這份清淨心 你有沒有顯現 還是你還是煩惱不斷 寫之間不斷 那就沒有辦法去調伏了 所以通常這個時候叫做殊聖的理解 這我們上次有講聖結 思所成為的時候會有一種聖結產生 那個就是一種對煩惱的調伏力 然後到你修所成為的時候 你的正念 你的鎮定跟正會就會成就 那這個都是從文師修來的 就是第六意識之間上 你的想法理路上的一個調伏 這個是在你送經拜禪以外你要去做的 你絕對絕對要去從這個角度去兩個一起進行 那這個有一個好處啊 剛剛講的 你從第八阿耶識的種子下手 這個就是調伏業力的現行 可是你怎麼讓業力不現行 重點就是你現前 你的心怎麼不讓煩惱相續 所以這個就是你第六意識如何斷相續 斷煩惱相續的問題 你這個邪見 這九種邪見 你一步一步你要讓他現前 你也是可以的 我們現在平常就是你這九種邪見 一步一步讓他現前 你不斷因為一念無名 而有我 世大根本煩惱 我吃我見我慢我愛 然後乃至可得不可得 得不到的地方 你有這些種種的邪見跟煩惱 有沒有 然後你不斷的去勞動他 集業啊 剛剛講的又吹醉心火 又不斷去加強他 乃至你起貨造業 然後乃至不斷在三界當中 現在在講的這個三界 欲漏 有漏 無明漏 三漏的煩惱 那你這些整個性意識種子都是邪見 那你要怎麼破除 你只有透過這個文師修 來達到這個第六意識 升起這種條幅的心力 重點就是要這種 之間上顛倒妄想的一個調整 否則我們永遠熏習的都是三界當中 有漏的這種生死的煩惱 那你的你的第八愛也是當中業力的種子 不現行都很難 因為你的心不斷的相緒啊 所以除了誦經 拜禪以外 還要做什麼 就是你的之間 你要好好去透過聽文 去建立正之間 然後平常日常生活 要去努力的去熏習 就是這樣子啊 這個我們已經講過很多遍 這個要記得 條幅要從 業力種子的方面 那就是歸一禮拜 發願回向 那現前你就是從文師修 去建立一個佛法的正之間 然後乃至你每天思維的理路 你要給他弄通啊 弄清楚弄如理來啊 如佛法的正理 因果的道理 實相的道理 能夠慢慢要去契合這個心性 否則你每天聽文的這些佛法 就用不到啦 就用不上啦 就像上一次那師兄問的那些問題 他說我們聽了那麼多 也學了那麼多 那其實如果你從佛法的角度來看 其實還是不夠的 因為都沒有進去 聽了那麼多 從這邊聽進去 你從這邊跑出來 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從調伏的角度來看 如果你要相對我們的心意識的 還有這種邪之見的問題的話 要這樣的去調伏他 所以對於這個煩惱 你大概知道 史史歷史頓史的這個結構 然後五不正見 還有這個先天的這種煩惱喜氣 貪稱之邁以五毒的煩惱 然後見到所斷 修到所斷的煩惱有哪些 這個大家要知道一下 這個從大勝為世的這個角度來理解 然後再回來看到我們這個 講到這個玉戒見或事實時的問題 這個現在就在講這個心意識總子斜劍 會講到三戒 玉戒、色戒、無色戒的見識或的煩惱有哪些 不要弄那麼複雜 你們重點這個根本的重點你們要知道 然後這個數量我簡單給你們帶一下 這是從大勝為世的角度來看 他這個見惑四時史是怎麼來的 也就是什麼叫見惑 就是你對於這個苦極滅到四聖地的意 你不是那麼的清楚你迷惑 這個叫見惑 可是當你在見到的時候 你就能夠退出部分的這些煩惱 實時啊 苦地下 你這實時都具足 極地下 你也實時都具足 滅地道地 通通實時都具足 所以這個叫 玉戒見惑是實時 是這樣來的 就是是乘以實啦 那施惑的話 玉戒有哪些 就是 貪稱吃慢 身戒跟邊戒 施惑這修道斷的 這樣理解嗎 就是剛才這邊講的 貪稱吃慢 身戒跟邊戒 好那我們來看 色戒跟無色戒 色戒跟無色戒的差別就差在 上二戒沒有哪個煩惱 稱煩惱 所以他全部減一 是這樣來的 這個煩惱心啊 稱只有玉戒才有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 我們在講山災 結末山災的時候 離身喜樂 出殘天以上就沒有這個稱恨心了 他生喜樂 可是他還有巡視在 所以他還有勞動 還有熱腦在 可是他的稱心已經沒有了 所以上二戒 你看上二戒的這個煩惱或 見識貨當中 他沒有這個 稱恨心的煩惱 所以你看 色戒無色戒 見貨各三十十 為什麼 因為他都減一 這樣明白嗎 有一個圖 這個就是水眠 這是從小聖的 因為我找不到大聖的那個圖表 這隨便前面是寫九十八 你看玉戒 這個是賤貨 疑他是施賣疑 到了色戒 五色戒 你們看到這裡都打一個叉 這就是上二戒的眾生 他沒有稱恨心的煩惱 這樣理解嗎 這個錶我會不會也一起寄給你們 這是一個一個把它畫出來 只是這個四帝的這個部分 他這是小聖巨蛇論的講法 所以他的數字 跟剛剛大聖偉士的數字 是不一樣的 像大聖的苦疾滅到都是十 然後這個色戒都是九 不色戒也都是九 因為他就是少了稱煩惱 就是這樣子 這是屬於見貨的部分 那修貨的部分 小聖來講 他就是見貨就斷了五不正見 所以剛剛玉清你講的那個概念 是小聖的概念 所以你看你修貨在小聖來講 他其實就是只有坦稱施慢 疑跟五不正見都不見了 這個是從小教的角度來看 可是從大聖為士的角度來看 他的主張就是 身見跟邊見也是修道所共同斷的 好這就是那個差別所在 那這個講起來就有點複雜了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去去琢磨他 可是你們要知道 從大聖的角度來看 這些是見到跟修道所在的煩惱 那因為我們現在還在三界當中 特別還在人道的這種人體當中 所以其實你太去研究這個 其實我覺得沒有太大的 你要知道煩惱的形象是比較重要 這樣理解嗎 戒進取見跟見取見你們知道是什麼 還是講一下 都忘記了 這個其實就是要 蛤?對啦 是沒錯 這五不正見裡面 身見指的就是指 我們執著這個身 是我 這個叫身見 再來 邊見指的就是 你把這個身 認為他是長的或是斷的 長的就是 無面的 這個叫長見 那斷見就是 沒了就沒了 對 這個就是邊見 邊見有長見跟斷見兩種 那什麼叫斜見 斜見就是 我無因果 這個叫斜見 就是 認為沒有因果 如是因如是果道理 這個就是斜見 沒有因果觀念就是斜見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那戒進取見 指的就是 你把不是那個因的因變成了 以為是那個因 而直 直他是一個因 你去做他 好比外道 這個我們講過好幾次 這個牛吃草 他看牛死後生天 以為牛吃草是生天 他跟著牛吃草 學這個叫持牛戒 那有的持狗戒 狗吃大便 狗死後生天 他學狗去吃大便 認為吃大便可以生天 這個叫做戒進取見 就是在因上的見解有錯誤 那見取見就是在果上的見解有錯誤 果上的見解有錯誤是什麼 就是你現在想的所有的偏見 所有的不是佛法的見解 通通都是見取見的範圍 這樣理解嗎 我們現在有很多見取見 就是你你認為什麼的 只要今天不合佛法的正理的 其實那個就是在見取見的範圍 因為那個你現前就是一個果 果上的錯誤 這樣理解嗎 偏直見都是這個見取見的範圍 好所以這個叫做五不正見 好那五頓死 基本上貪生之邁移 你們應該知道他的那種狀態 這個我們就不再重講 那見道斷了 基本上見道的定義就是 入聖者之流小教出國 大聖使教的話就是出地 好那這時候就是不剁三二道 不剁三圖 那這個疑 他為什麼能夠不剁三圖 因為他有因果的正性 所以他的疑就沒有了 你有因果的正性的人 你就不會剝無因果 所以你也沒有邪見 你也沒有對於因果上的錯誤的 偏直見的問題 這個分別而起的這種見地沒有了 所以這個疑邪見 借鏡取見跟見取見 都是已經在見道入流的時候 能夠斷除這些煩惱 跟與之相應 邪見相應的這些煩惱性 可是你的身見跟邊見 其實還有的 是這樣的 所以說大聖當中他是修道所斷 通見修二道所斷 也就是這個修道所斷 當然見道也要去斷他 都要去斷他 可是就是沒有斷乾淨 斷還沒有辦法那修道才斷的乾淨 就是貪稱吃慢 身見跟邊見 這個是我們在講煩惱的時候 要知道的一個重點 所以總加總這個三界的見貨的話 那就是 玉界四十 然後色界無色界都扣掉四 就是苦極滅道都扣掉一個稱煩惱 所以加起來就一百一十二 這個是見過 那失禍的話 玉界有六個 就貪稱吃慢 身見跟邊見 這六個 那色界無色界的話 他少掉了這個稱恨心 所以他就六加五加五 這個就是十六 這個紅的就是上二界沒有這個煩惱 只有玉界才有 所以一百一十二加上十六 就整的就是一百二十八 所以大聖當中講的一百二十八根本煩惱 你們在拜水燦 明天又要拜水燦了 你們都會念到這個 這個就在這裡 或是你如果念到九十八水冕 九十八十 那個就是從小聖的角度來看的煩惱 那會後一起寄給你們好不好 這樣你們就可以有興趣的人慢慢去研究 九十八水冕 所以有時候你在拜燦 如果你大聖的燦法當中 有很多那個冥相有沒有 特別水燦裡面有很多 其實你都是從為事當中去 你就可以找到答案 他有大部分在跟我們講那個夜 或是煩惱的這種狀態 或者是出世聖道的那個冥相 好 那這個這邊講的就是這個心意式種子邪見 玉露跟有露的部分 玉露就是玉界的見識煩惱 那有露為什麼叫有 就是因為他因果不亡還有火爆 所以會在色界無色界當中投身 這個就是色界無色界的見識煩惱 那這個無明露指的就是指你這三界當中的吃貨 一個無明啊 因為三界無明 落露三界 露就是失或是露 所以這個三露指的玉露有露 無明露 這個三露是眾生起握造業 落落三界生死不能處理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不斷的一直在重複這個三界生死的因 這個心意式種子邪見 所以我們就不斷的在三界當中去受生 而有這個三界的火爆 所以這九種邪見 這樣理解嗎 就是從這個一念無明開始 從這個必義無邪見 然後我吃這個根本的魚吃 再來因為四大根本煩惱 我吃我見我慢我愛 而有交慢愛念的這些邪見 前三格 然後再來於可得處 你身殘取心認為可得 背離這個心性 背離實相 這時候你的心就開始慘狂 慘狂然後開始歪曲 那不可得處你又心生嫉妒 這千吉邪見 然後以得的你又心生千令 所以你就是種種的這些邪見 然後乃至煩惱極夜 就是煩惱不斷的增長 然後吹醉心火 就是互相追念這些煩惱 起很大的邪見 那乃至起夜就是因為煩惱 動了牲口 這個就是所造顛倒 這個叫起夜邪見 然後再來有了夜了 還有回虛你 第八阿拉爺是種子 這個叫心意是種子邪見 而成為三界當中三肉的這個種子 這樣理解嗎 所以在實力經論裡面 這個邪道啊 他其實有九種邪見 在為世當中 所以你們大概要知道一下 這個邪啊 不是現在才這樣子 而是從一路從 從起頭開始就已經歪掉了 偏邪了 所以接著你的 你只要有我下 我的直取心 你這一路以來都是相應我的煩惱 那就是三界生死的這種心意是種子 就不斷的一直在輪轉 所以為什麼要叫大家發菩提心就是這樣 就是從剛剛講的調補啊 從文師修這邊去調補我們 去讓我們的 八世裡的業力種子不限前 那你限前的信念 又能夠去相遇那個正面 那個清淨心 才不容易 去獻起那個惡業的部分 好 那這個就是屬於邪見的部分 那一切凡夫都是因為有這九種邪見作為根本 無明復興啊 開釋本決 破本不決 則於八邪見之夜自然漸漸斷除 你那個根本的那個弊義邪見 那個根本的無明如果能夠斷除 你後面這個相去因為有跟我相應而有的這些邪見就沒有了 所以念凡經裡面就講到一切煩惱啊 邪見盡盛 所以這個無明是一個根本 好這個邪見 你這個邪見色一切煩惱 應當了知啊 了事如患啊 了法平等 慢慢要知道去跟這個心性 慢慢要知道去跟這個實相要能夠相應 跟這個心性真如能夠相應這個清靜性 然後經文就跟我們講我們本來就是那樣的嘛 是讓我們自己我們自己一直去抓這個我像 那根源就是在這裡 好那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再繼續講九跟十 所以你想我剛剛講的講到我想天 對 我現在跟你講這個就是一個誤會 心不隨進不代表境界沒有心也沒有 而是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這個是你的心的一個正面清淨心 像鏡子一樣 你不去沾黏那個境界 那個是一個清淨心 可是並不代表你就是無想 你清楚明白啊 那個是會有智慧的社子的一個關照 那你的定是指你不起心動念 不去黏著那個境界 那境界有啊 你的心也有 你清楚明白這樣就好 你放下無所得 其實我跟你們講 一個關鍵 就是那個無所得 是大聖跟小聖的修法的一個關鍵 對啦 當然都是對啦 你那個大小聖喔 為什麼小教的人 他的修法 之前我們一直講 他從無常路 從無常路 就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因為他認為他是無常苦空 所以他會怎麼樣 他會跟這個因緣機界產生一種對立 所以小聖會有所謂 涅色取空的問題 然後他會變成取了空之後 他會直取那個空向 那大聖 大聖體空 他是從無聲的角度入空性 所以他的好處是在哪裡 他就是無所得 所以他不會直取那個空降 那差別是差在這裡 連空也不可得 否則你就落到片空裂盤去 那大聖是怎麼樣 他不是從苦空的角度來看 他是從如夢幻泡裡 如入意如墊 因作如是觀 所以他看到因緣的當下 他知道他是如夢幻泡 他有沒有 有 可是我的心 不去起心動面 所以應該是心不移境 可是你有這個智慧不動心 對 就不動心啊 不是不要離心 他 你也不是說禮不禮 那個禮就是你就不動 不動可是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在那裡 就是不動心啊 不動心那個是定 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會 那個叫定會等詞 這個叫正受 所以佛法當中講的常定 是正受的狀態 而不是無心 那無心 你其實你從這個三界的這種 我幫你會看到無想定 無想生修無想定 生無想天 那個就是一個無心 想要滅想 達到無想的狀態 他才去修那種無心的狀態 定 那個是邪定 那個相應就是無明啊 因為他什麼他無想他什麼根本 他也不知道 他當然是想到嗎 可是方法用錯了 外道其實都是想修行 他想要 他的外道也是想要修行幾乎 出禮的 出政府 可是他的方法之前就講 外道的問題是他直接去處理業力 剛剛不是講條幅有兩種嗎 一種從業力總子不現行 一種是從你的支箭上調整 外道缺的就是從支箭上調整 從文師修去調整 他直接去面對業力去處理 所以他修苦行啊 外道為什麼修苦行 他覺得我受苦 我就了這個苦 可是他不知道你 無死結以來 第八阿拉爺是你那種受苦的種子 果報有多少 無量無邊你要去受 你受得完嗎 受不完 所以佛才跟我們講 你要調伏的是重大的生死的業力 你如果要把它全部滅掉 那你說有可能嗎 之前講過你不可能啊 所以才有所謂待業往生啊 你不需要等到全部滅掉才到淨土 你只要不要有重大像殺到淫王 這個根本重大的那種業力 去干擾你往生 那這個都不障害往生的 就明白那個意思嗎 對 這個很重要的觀念 因為業無死以來 無量無邊啊 你怎麼去處理他 所以我們上次不是就提到一個問題啊 你業的種子 你現在我們凡夫眾生 根本你也沒辦法處理 你要等到你見性了之後 你破名正法生的過程 那個就是在處理種子啊 你要那個時候才能處理種子 真正處理種子 所以你就不用處理 你就讓他沉積到 你不要去擾動他 讓他陷前 那你待業往生也不影響 那種子這些問題 就等到你見性之後 你發大菩提心之後 隨著你的菩薩行願的過程 那些無明或會分證分斷分破的 所以這個就不是 我們也沒有 凡夫眾生沒有辦法去處理這些種子的問題 師父那請問一下 您剛剛說 那個除了五逆罪 也有這樣子 就是有聽師父他們這樣的說法 就是如果有五逆罪的話 那在臨終前沒有真心發了真心唱 然後也有念就是一心念阿彌陀佛 那就是看你自己啊 對啊 那如果你從阿彌陀佛的願力來講 也是可以就是往生進來 那個要看個人 要看他個人 他的業力臨終會不會現前去干擾他 你那個你沒有辦法打爆票 那個真的是要看個人 你用多少心力 對啊 法師我們是不是要讓外道知道有更好的方法 是不是電視上做廣告 這個我們其實我們上次有講到一個有關於就是 就是第二個魔業阿 蛇惡性人阿 有沒有 積賢惡惠阿 這個惡性人跟惡惠指的就是指 在佛門裡的惡性眾生 不願意受持佛的戒法的 然後乃至惡惠指的就是這些外道 邪之劍與此心的眾的人 那你說我們在講余前菩薩戒本的時候 我們就跟大家講 裡面有一條阿 不畏宣縮戒 就是說你菩薩安住菩薩境界律 你受菩薩界律 你看到有情眾生 他是處於性邪導見的狀態 這種邪之劍衝刺的狀態 乃至他廣行非靈 然後對於這些眾生 我們不但不能去懷懸恨心會老心 其實要能夠畏縮如實正法的正理的 這個才是正的 可是他有一個無違反的狀態 什麼時候無違反 這個我們上次就講過 你自己無知 就是自己本身我們的智慧力不具足的時候 你硬要去跟他拗 那你也沒有辦法 那若無氣力 也就是你的身體氣力不行的 這個也是一個開源 或者你轉景有利的去勸說 或者你知道他那個人 自己有智慧能夠明白正理 能夠去轉化的 或者是他已經有其他的善友在射受他了 若知未說如實正理起賢恨心 有的人你跟他講他不信受了他還怎麼樣 他還怨你耶 還恨你有沒有 還生賢恨 還有落發惡言啊 乃至他怎麼反過來罵你 毀謗你 那你不是讓他造一個毀謗三寶的罪業對不對 若顛倒獸 什麼叫顛倒獸 就是你本來不跟他講還好 可是你跟他講之後 他又反過來更嚴重 往另外一個方向跑更快 更極端的偏見 若無愛盡 或者是你知道比性必烈 知道他性情剛強難調 很難調服這些邪見的煩惱 那這時候你怎麼樣 不畏宣說皆無違反 你不用去硬碰硬啊 那事得其煩 你最後就讓眾生造一個毀謗三寶的一個業 三土八難 那所以之前講 如果這樣你寧可怎麼樣 你如果你殺了一個人的命 還沒有這樣子的 斷眾生會命的罪還重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面對這些外道邪見 我們不要講人家外道邪見 看看我們自己啊 有時候我們自己就三寶門中的惡性人 真的啊 怎麼樣就也不好去調服的 然後自己的邪見也 剛才九種邪見有沒有你看 這個現在我們其實也都具足了 所以這個就是慢慢要去 去從自己去做起 有些時候我們聽聞佛法之後 不是要去調整別人 從自己先調整起比較重要 我說你自己都還站不穩講 然後你都要去跟人家打架 好這樣不要 不要太危險還廣告 我有一個疑問啊 聽說基督教啊 聽你教啊 我們把它當成外道嗎 欸 我有跟你說我們把它當成外道 我不知道 沒有啊 我們課程裡面講好幾次啊 之前不是講 連什麼三神土地有沒有 這些神奇我們都要怎麼樣 禮靜的 之前都講過了 這要回到你身上來 內道跟外道在佛法裡的定義是什麼 我上個禮拜講過了 心外求法就是外道 所以你今天如果不是宗教的問題 你今天如果是基督教 他是反觀自信的 那他也是內民啊 可是你今天是佛教徒 你今天向外去求 求一個尬的也好 那個尬的是其他的宗教 我們如果求一個菩薩 求一個神明 這個是同樣的道理的啊 對不對 這個叫什麼 這個也叫心外求法 那我據我所知 你基督教過 聽我們知道他們都是有 天父什麼 聖父聖子聖神 那我們去求他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外道呢 我剛剛不是就講了嗎 心外求法就是外道 你不要求聖父聖子聖神 你求菩薩也是啊 也是外求啊 所以關鍵的原因是你今天 你怎麼錄到這個真錄理的問題啊 你只要外求都是 都是有像的問題 所以換言之也就是說 你正學佛的畫面 就是說自心修起 就是說 那可是我們也有拜佛啊 對不對 我們上 不是那要看你怎麼拜啊 你如果是求的拜 那那個還是像的問題啊 你要拜 你要拜 你要你要你要 你不求你拜什麼 那問得好 你的清靜心在哪裡 你一定要求才能拜嗎 現在就這個問題啊 你一定要求才能拜嗎 你要反過來知道那個道理 你要求的東西怎麼來 我問你你現在好 你這個問題很好 我現在反過來問你 你用佛法去思維他 你今天要求 好我問你 你要求什麼 平安 好那我問你 你發財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一個一個來 等一下一個一個來 沒關係發財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眾生所求 而且很多人求發財的 來我們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剛才說你求平安 那佛法當中怎麼跟你講 你如果要求平安 平安的果報從哪裡來 你什麼因會有平安的果 對啊 所以我跟你們講一個根本 你就是從十三夜道的首詞 我們上次寄給你們的那個一首果 不是也就是從這十三二道 二道三道來的 十三夜道 生三 口是一三 這個東西已經根本到不能再根本了 現在我已經講很多遍了 換你們來講 你跟我說這個內容是什麼 對 所以你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你把所有的重點都忘記了 然後 然後你會重複repeat你的問題 所以這個你要留意 你的政治界的建立 你是不是有如實 好這個就是我要回應你說 那我不拜 我不求拜什麼 你要反觀你自己 你要求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在你的身口異形上 你的身 殺到贏 有沒有 有沒有做到 如實 好這個個人 個人的問題 口呢 妄語 其語 兩折惡口 意呢 貪吃吃 這個就是十夜道 然後善惡正反這樣子 好 那你所有的 包括你的平安 包括你剛剛的那個財富 都是這樣來的 你如果不去偷到 你自己的財不會什麼 損失 不會漏失 所以你的十三夜道有沒有完整 然後還有一個之前講的 你是不是帶一個菩提心 還是你帶著你的自己 自立那個明文立揚的心 你要去求的心 這樣的發心 跟你菩提心 色子在行十三夜道 他是不一樣的狀態 好 這個我們其實之前也講很多 所以這個都會影響到 你受果的時候 你能不能圓滿 所以你說你 你要求的東西從哪裡來 從你自己本身買的 所以你今天要外求 如果菩薩給你 那是菩薩給你的嗎 不是喔 那是你自己命中有那個福德因緣 你今天有十三夜的因緣 所以你有得到那個果 這叫果報 這樣理解嗎 對 所以這樣的話 從這裡來講 所以你所有所求到的東西 並不是外來的 也就是你本身你的因果 你命裡本來就是你 應該會有的 這樣你才求的到 否則你想想看 你求眾樂透 有每個人中樂透嗎 沒有啊 因為命中沒有那個福報 這樣理解嗎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你跟佛菩薩求的 也不是真的佛菩薩給你的 是你自己本身 你的石修來的 所以換句話說 你今天如果不求 你會不會有那些因緣 你還是有的啊 只是你看你怎麼去做 怎麼去讓那個因緣顯現出來 讓那個果報成形 就是這樣子啊 那這樣有沒有回應到你 如果不求學報做什麼 就是從政治界去建立起 這個是一個學佛的觀念 反而那個求 是初步你剛進來佛門的時候 的一個方便 拿相拜拜 那是進來佛門的第一步 可是你不要每次進來 都還是拿相拜拜 那你等於說 在之間的建立 妄想心顛倒的那個條幅的部分 你沒有啊 這樣你就是很規矩的 人天善法 然後要再進一步煩惱的部分 你要怎麼去處理 怎麼去面對 那佛法 你面對生命的 智慧層次的這個部分 你怎麼去讓它開顯出來 那這個都是你接下來 進階的這個問題 你聽起來好像 不拜佛也行 不拜佛也行 那你不拜佛你要做什麼 傻妄想 對啊 現在就這個問題啊 我跟你講 佛下是助言 對 那還是回到你身上 你不拜佛當然也行 沒有人叫一定要怎樣 可是問題是 你就是一直在這種狀態 我剛才不就講了嗎 你就是一直是這種狀態 你也不會進步啊 那你一直是這種狀態 你還要保佑你什麼 你八是 第八阿爺是你的業力種子不現行 那你不拜佛行嗎 不拜佛還是不行的啊 因為你那些業力種子 你現行你沒辦法啊 剛剛不就講了調伏有兩種嗎 你要調伏業力啊 我想說你備佛的好處就是 不要這樣業力性行 還不只啊 那個剛開始我們學佛 你會很fix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那樣就是那樣 其實你會發現這些都是加行啊 就是你要救命心性過程的一個加行 等到你到了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你慢慢會去體會這些東西 它其實會有一個必要性 等到你為什麼你真正見性錄理的時候 你自然不會去做十二一業道 因為那個跟你的心性有所違背啊 你那個時候見心錄理的聖人 他不是為求什麼的啊 他本來就這樣子啊 那佛菩薩就跟我們在經典裡都這樣講 你本來我們也是這樣子啊 那也不是求來拜佛 可是你就是要求從求跟拜佛 做為你的方便接引的出擊啊 就是這樣子啊 那你再想想看為什麼你要拜佛 好不好 所以我能夠心安啊 拜心安 嘗一下這個心血上面 對 雖然有一天你的那個業力現行 你不會那麼痛苦 你不會那麼痛苦 你會曉得主要是什麼一條 主要就是我們那個心啊 能不能安住的問題啊 就學佛就是在 怎麼樣處理你的心不安的問題 其實不是學佛 其實所有的信仰都是這樣 都是要處理怎麼安心啊 對啊 只是你會發現只是他顯像不同 那那個就是相應法門的問題 有的人他為什麼一定要去拜耶穌拜上帝 因為他看著他覺得很安心啊 啊那就好啦 他就有起到一個作用啊 所以佛菩薩他不一定什麼形象 之前我們在禮拜天開示在講那個 悲華經 釋迦牟靈佛五百大願 成就這個娑婆世界 你知道釋迦佛裡面有很多的願是什麼 是到沒有佛法的地方 那佛法沒有佛法地方的眾生顯什麼像 釋迦佛就顯什麼像 所以釋迦佛也顯很多天人外道的像 去度化他們 那你說什麼是佛 佛不是我們認知的這種佛像的那種概念 而是你怎麼去利用因緣去引導眾生 入到這個真理 入到這個心性上 是在這裡啊 這就是內明 那如果你的操作是跟這個相反的 那就是外 所以並不是三寶門中的都是 都就沒有外道 有很多的啊 就像經論裡面講的這種惡性人 三寶門中很多的啊 像特別末法時期 法蜜是怎麼來的 就是獅子生中蟲 至食獅子肉啊 自己的人破壞來了 傍亂正法 所以不是基督教就是外道 佛法從來沒有這樣講的 聽說耶穌也是 他是實際上他是 他曾經是 是定度的真女 就在他二十五歲期 那個我們沒有關係啊 那個就是顯像的不同 那個都是因緣法 那本來佛菩薩 他的硬化 是無量無邊的啊 今天你不管他顯現什麼 像耶穌也沒有關係啊 他能夠度化西方的人 那你就 也不就是西方的觀世音嗎 那你不用去定義他 就是一定要 非要什麼樣像 才叫做佛教 然後非要什麼樣像 就是外道 不是這樣這個角度的 我們已經講很多遍 就是他是從 心性的開采 的這個角度來看 來講內外的 OK 好 我們的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沒時間了 對沒時間了 要不然還有什麼問題問吧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已經就是最後 最後一堂了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 趕快把這個摩葉講完 然後看能不能把這個 置地柱做一個ending 因為我們其實在講 置地柱講到第四個安珠心 自分的部分 那我們下學期就可以 從修行柱開始講 其實你自己你就仔細看 這個入諸位等於說 見性之後的菩薩 法聖大師菩薩的修行 其實都是要什麼 於諸佛法心轉真廣 那心轉真廣哪裡真廣 慈悲真廣 智慧真廣 而且不由所有文法 於智開解不由他教 都是從心性上的明白 而得到的一個智慧 都不是從外來的 這就是你在環環經裡看 柱位以上的菩薩 法聖大師菩薩 都是這樣的 那自地柱 自分這十種心 就是面對一切眾生 這個慈悲心的部分 那他之後聖盡分又勸盡使法 那個就是有以智慧為主 他要做什麼 就是文師修學佛法 你說已經迷心見心了還要這樣子 當然啊 因為他要怎麼樣 窮盡再窮盡一直到什麼 到佛果的圓滿 所以你說 你說菩薩到底在做什麼事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學的這些東西 只是凡夫在學佛的時候 是帶著煩惱心 帶著這個 這些所有的煩惱 在學習 在修行 在文師修 可是陸裡的聖人 他是怎麼在文師修 他一樣文師修 一樣到十方婆婆淨土去 受佛的一個教化 可是他怎麼 他清淨心 關鍵就在差別就是他在 他伏地心 清淨心 跟空性相應的心設置 他不會去沾黏每一法 他無所得 這剛才講的 小聖跟大聖的差別 小聖他就是 跟姻緣是一個對立的 所以他滅色取空 他有一個空可的 空向可證 然後他就怎麼樣 他就直在那一法上 可是大聖的菩薩 他從無身 從無所得的角度 入到空性的 所以他不需要跟姻緣 跟色法有一個對立 他跟緣起沒有對立 而能夠隨順姻緣 去修行 去建立他的菩薩道 去建立他的法爆化 建性是法身 還有爆化的部分要成就 就是從哪裡來 沿途熟生 清淨佛國土 成熟一切有情 從這裡來的 所以你說菩薩 開路之後 入禮之後 他就是在做沿途熟生的工作 不斷的聞詩修 不斷的去增長 與諸佛法心轉真廣 大悲增廣 智慧增廣 這其實就是從 從發心柱 出發心柱 置地柱 在第三個修行柱裡 你會從這裡看到 你說哇 入禮了 見到了 見什麼 入到實相的聖人 都還要經過這些 長養慈悲心 長養智慧 修行的階段 一樣的 只是他是親親心 他是福利心 所以這個叫犯恨親近 諸位就是犯恨 性慰是進行 是這樣子 要理解嗎 這個大家慢慢要再拉回來 懷炎經第三會諸位這邊的 我們等到這個摩葉 下個禮拜 把它做一個結束 然後再講禮世間品後面有 舍離摩葉 然後摩索色子 遠離了摩索色子 得十種佛所色子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總結 下個禮拜再帶大家看一下這個經文 你就會發現 他其實就是不離開這個福利心 而有的一個修法 好 那大概今天先這樣 我們下禮拜再繼續跟大家講 好 我們來回笑 請回答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從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西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聲 同聲華藏國 好